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五個回合 做一個綜合的練習 把你的所有拳擊基礎動作做一個快速的整理 跟讓你每天可以練習之後更加熟悉這些動作 好 五回合的規則是這樣子的 一回合三分鐘之後接著30秒的休息 三分鐘之內不管怎麼樣都不要停 你動作可以慢 但是你不能停下來 休息全部都放在那30秒裡面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分別講五個回合 每一個回合要做哪些訓練 第一個回合動作的準備預備練習 首先呢你就是要熟悉你的一二三四五六這個動作 順順的做做完六個回到預備姿勢再做下一組 這個練習我們建議你拿一公斤的啞鈴 不要再更重就一公斤就好 握著一二三四五六 重點是順暢而且檢查 啞鈴的方向跟你出拳的方向 是一致的 你不會說出直拳的時候你的啞鈴是這樣子的 或出勾拳的時候你啞鈴是這樣子的 這是個很好的檢查工具 好 如果沒有啞鈴 你空拳也是可以的 空拳一二三四五六 重點是複習好每一個動作的開始打擊點跟結束點 讓你可以正確順暢的做出來回到原位 就這樣子持續三分鐘 這就是第一個回合的練習 第二個回合的練習是移動 所以呢我們的動作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的時候你以你站的這條線為基準 想像前面有三個軌道 第一個往前一步出一個一一 然後退回來到底部 往右走換軌道 往前一一 退回來換軌道 一一 退回來換軌道 一一 退回來換軌道 就這樣重複三分鐘 然後如果一一你做的夠熟的 你有兩個動作可以換 一二 跟一一二 所以狀況就會像這樣子 一二 退一步換軌道 一二 退一步換軌道 一二 退一步換軌道 一二 這樣子 這是第二個回合的練習 接下來第三個回合 第三個回合的重點是左拳的練習 因為左拳正常來講是佔我們攻擊的八成才對 所以預備姿勢長這樣子的時候 接下來你要做的動作就是一一 一三 一五 再退回原位 一一 一三 一五 退回原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三次前進 所以你後退的時候至少會是四步 那重點你後退的時候不要拖你的腳 確保兩個腳是用走的走回去的 好這就是第三個回合的練習 第四個回合 第四個回合的訓練重點是閃躲 動作是這樣的 擺頭 擺頭 U字 25 U字 36 回原位 再一次 擺頭 擺頭 U字 25 U字 36 一開始的時候動作比較長 慢慢做沒有關係 但是要很清楚 閃過直線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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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過橫的攻擊 反擊 閃過橫的攻擊 反擊 做完回來預備姿勢 一開始的時候慢慢做 一開始的速度你甚至這樣子 都沒有關係 做清楚比較重要 這是第四個回合 第五個回合 一樣是閃躲的練習 但是我們閃躲不是直線的 而是Pivot 動作是這樣子的 1 4 閃 左邊的Pivot 2 3 左右邊的Pivot 再一次 1 4 收拳的時候順便讓這隻腳轉過來 2 3 身體轉回去的時候 身體一起轉回來 重點是要讓你這個攻擊的身體轉動 跟你Pivot的角度 直接做到順暢的狀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一樣 不用急 慢 感覺身體收回來一起回來 收回來一起回來 不要變成 這樣子 就OK了 以上就是我們五個回合的綜合訓練 正常來講你這樣做起來也不會超過20分鐘 每天做這個練習 對你的基礎練習一定有非常大的幫助